今集的HTML 篇第三集 就和大家继续讲一些文字编辑上的东西 今集的内容即将开始去片了 今集第三集HTML 篇 都是继续讲一些文字编辑的事情 当然你能够做WordExcel、PowerPoint 这些都会有指定字形的 今晚你可以改变字形 当然改变一些什么细细体、标记等等 当然要你部机本身要有那种字形才行 做得网续设计的当然可以有这个指令 而这个指令就是Frontspace 当然一个箭嘴头左右的Frontspace 等于一个开引号、一个字形 那我们先看看组曲如何写 其实就不太复杂 接着就看看效果 就是大概这样 改变字形的 当然是可以改变这个文字颜色 Frontspace Color 这个就已经是昨晚来的了 在Front 里面加上Color 当然你有两个模式可以写的 当然开引号两个都要的 直接写那种颜色的英文名 即是Blue好、Red好、Black、White都好 总之它就会自动去回那种颜色 如果你想玩得进阶段 蓝有多蓝、有多浅、有多深、有多绿 有多绿 那就需要用这个16位元的码去达 你做得Photoshop 那些呢 其实你应该都知道的 一个整号加6个位的数目字和A字F 这一个做开肤图索的人会知道的了 其实你上网都可以查得到 我亦都提供了少少少 几个颜色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你可以继续上网去找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就看看那组曲怎么写 接着再看完效果 接着呢 文字上的东西 基本上大概就这么多了 就现在做一些 编排上的牌板上的格式 今次就是讲一个列表的方式 列表就可以分成 无序的列表 没有次序的 一个就是有次序的列表 一个是定义的列表 一个是多阶层 或者叫风潮式的项目列表称单 当然你说要再分 其实是可以再有的 我就总结大概就用了这几个先了 没有序的列表 就用UI、LI 来做Commind UI 标签就是一个没有顺序性的列表清单 而UL 作为这个列表容器 而LI 就是描述个别的项目内容 有序的列表就用UI 和LI 来表示 OR 这就是表示顺序性的列表清单 不是 不好意思 这是OL 先对 OL 作为这个容器 即是告诉HTML 它是要开始了 而LR 就是个别的项目内容 其实这两个就有点像PowerPoint 设定点点和Z1234的玩法 那便看看组织如何写 以及看看效果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就可以暂停看看 接着就是一个定义式的列表 这个定义式列表 就是用DL、DT和DD来做Command DL 作为这个开始指令 DT和DD是个别内容的妙术 一个是移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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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D 那我们看看组织如何写 DT是依靠左边DT 依靠左边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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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数目字 那这个你可以看看 当然 去到最后多层式的项目列表清单 可以是怎样 多层式的项目清单 其实是混合了 刚才那几种的玩法 最主要是Base on 之前的定义式列表 再加上有点点和数目字 这个其实如果你有玩开PowerPoint 那些 其实你应该都大概想到 怎样的了 那我们也看看 多层式的项目清单 那组织如何写 然后再看看效果 大概就是这样 今集就和大家讲过 文字的颜色 指定字形 和几个列表方式 今集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CLSS我的影片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来到影片最后 记得留言 赞好 和将我的影片 分享给大家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小鈴 当我有新影片的时候 YouTube 就会通知大家了 最后订阅 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Facebook 专页 多谢